大家好 我是香蕉人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终于收到补记的 利明HR09-2280 Pro M.2 SSD塔型散热器 真的让人期待已久 兴奋不已 那废话不多说 马上来开枪介绍一下吧 利明HR09-2280 Pro的外盒比HR09-2280大了一点 而且拿在手上感觉真的比较重一些 真的不愧是我多花了150元的价值 而Pro版包装设计和正常版都是一样大同小异 也是用纸套再把产品固定盒组装在一起 在正面就是HR09-2280 Pro的产品照片 左上角是利明的Logo 右下角则是产品名称 在背后就是产品介绍和公司资讯 打开产品包装后 一样有一张产品保修卡和使用安装说明介绍 一面是简体中文 另一面是英文说明 盒内一样都是空空没有附上螺丝和工具组给你 和在主体HR09-2280 Pro M.2散热器 哇 都还没完全拿出来看 它的火焰造型女骑片尖角就先把保护带刺穿了 所以在拿取和安装时要多注意一下 免得刺伤和割伤自己的手 哇 我的妈呀 这外观看起来真的有够巨大啊 这应该是我目前测试到最大的一个M.2 SSD散热器 它是使用6mm双散热导管 比正常版又在顶头加盖一层上去 来加大散热面积 外形有如一把熊熊的火焰 来告诉你它的散热表现一定更强 而散热器片也是用全电镀回流和工艺 感觉在侧边在土炮加挂一个小风扇 应该也没有问题 但要多注意这火焰上方的尖角造型 要刺伤你的手指头应该是小事一件 所以再次提醒你在安装和使用时千万要小心 而这一块超厚底座也是使用纯铝电镀 固定底盘则是用不锈钢材质 导热贴片也已经预先帮你贴好固定 一样都是使用自家生产的奥德赛二代导热贴 导热系数有14.8WMK 在铝底座是用1mm 而不锈钢底则是用0.5mm厚度 看到这HR09-2280Pro版如此庞大一个 相信它的散热表现一定会更好 真的蛮期待它接下来的散热表现 而这次测试平台也是和上次一样 CPU是Intel 12代i7-12700K 主机版是基加D690LG DDR4 记忆体有48GB 频率为3600MHz 一体式水冷散热器是维新MPG CoreLiquid C240 M.2 SSD是WD黑镖 SM850 500GB PCIe Gen4技术 连续读写有7000和5300MB每秒 显示卡是维新GAMING XTRIO RX6900XT 16GB 这次测试一样是使用AZA System Test做试试读写测试 来看看这挂上Pro版后它的散热效果有没有更狂妄一点 好 安装完成 快来上机测试吧 而目前测试室内温度已经比上次测试还高了3度 已经来到27度左右的台湾夏天 但这里还是要再温馨提醒一下 我是使用开放式机台测试温度 一定会和你放在机壳内的温度有所不同 所以这测试也只能供你参考用 那首先是在开机后待机温度为34度 哇 我的妈呀 依现在室内温度为27度 还比先前测试室内温度24度高了3度 这样还能比前面测试过的M.2 SSD散热器散热效果还强 真的太厉害了 接下来是第一次测试在SM850无情大量释放热度 它却只上升了5度而已 也才来到40度 这Pro版本表现的真的是简单又粗暴啊 其他人第一次测试都只能压在8到10度呢 而你却表现的像是小事一件轻而易举 嗯 不错嘛 不急 还有很多测试给你瘦的 接着在第二次温度测试 也只上升了一度 欸 感觉HR09 2280 Pro才刚热身完毕而已 接下来第三次关键温度测试 也只是慢慢升到43度 现在感觉Pro版才刚开始要认真比赛 最后是第四次终极温度保卫战测试 而最后得到绝果温度为45度 哎呀 怎么办啊 每次测试都只提升2度左右 感觉HR09 2280 Pro还没有完全发挥出实力来 我们就要结束测试收摊不晚了 这样不行啊 完全无法超出它的能耐来 嗯 我们再多试几次来超一下看看 测试看它在几次后 能达到其他人的散热表现 马上进行到第五次测试 而得到温度更是夸张 又再低了一度左右 哎 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马上回去查看第四次温度测试 啊 原来是我在解说同时 M.2 SSD温度已经被Pro版散热器 狂降4度到41度 所以才会发生不升反降的奇怪问题发生 所以不浪费时间 马上接着来测试第六次温度 最后得到结果温度为46度 嗯 这散热表现非常的不错哦 测试这么多次 每次提升温度都大约在2度左右 这种散热实力真的不会挂上Pro的名称 而在最后测试完待机三分钟后 SN850可以降到41度 那最后把成绩和先前测试过的 HR09-2280和爱尼尔M12比较一下 立名HR09-2280 Pro塔型被动式散热器的超强散热表现 几乎是把所有M.2 SSD的被动式散热器 狂压在地上摩擦 目前市面上应该找不到 比它更强的被动式塔型散热器了吧 但是看到这里先别急的冲下去啊 先来听我说完几个问题点 如果你还能接受 再购买来安装也不迟 首先是它挡到显示卡的卡扣问题 由于HR09-2280 Pro是左右分配一支单热管设计 这样就会加大两侧宽度占用到非常大的空间 完全是阻挡到卡扣按键 让你按压拆的机会都没有 所以当你每次要拆换显卡时 就是先要把HR09-2280 Pro散热器先拆下来移走 你才能看到显示卡的卡扣接着拆显卡 再来是Pro版的塔站高度 已经来到显示卡的一半高度 而且又非常接近显示卡背板散热区 所以如果你长时间在玩游戏 我们的显示卡发热量大约会在60-70度左右 HR09-2280 ProNR2散热器 应该会吸收不少显示卡的废热 那你的NR2 SSD应该会再提升4-5度温度 只能说有一好没有两好啊 也许搞不好自己用束线带 土炮改装风扇上去帮忙散热 就能避免显示卡当在烤肉架上加热的问题 所以每个人电脑机壳的散热能力都不尽相从 我个人还是比较推 HR09-2280 正常版塔型散热器 它的散热表现已经很足够应付一般大众使用 而Pro版我觉得最好建议使用在直立式显示卡上的机壳里 这样就能减少相互干扰散热问题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你有对正常版和Pro版有不同使用看法 都欢迎你在下面留言告诉你的想法 我是香较人 那我们下集影片见啦 如果你觉得我的影片看得很过瘾 除了留言赞美鼓励我之外 在资讯栏里面有我的频道会员连结网址 你加入频道会员帮助我 我就可以找更多好货来拍摄 把影片做得更好 谢谢大家支持 所以影片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订阅和分享 也记得把你的铃铛打开哦 这样随时才可以收到我上传的最新影片 拜拜 by bwd6 by bwd6